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怎麼做錄影 那我們透過這個簡報呢 先給您簡單了解一下 我們做這個Debubbed Capture的部分 另外這個準備的話應該還好啦 除非您是使用麥克風 就單純的麥克風才需要特別做這個 不過我們還是比較鼓勵過用Webcam 這樣可以省掉很多麻煩 這裡先跳過 另外這裡有一個我順便提一下 如果說您老師的學校是有在推所謂的 就是類似像MOP這樣 鼓勵您自製就是錄影教材的部分 那在台大教學發展中心 它有錄一系列影片 是跟您講一下錄影的時候啊 錄影啊錄影啊要注意哪些事情 我覺得那個還不錯 就是您也可以做個參考這樣子 好那我們進到這邊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目前 各位安裝的就是3.1這個版本 它是非商業使用免費的 那就算你真的要買29.99還可接受嗎 那是美金吧 當然啊當然啊 當然啊 我沒說台幣喔 我剛才到現在都沒說台幣喔 但是1000塊上一點點應該還好吧 就跟我們其他軟體比起來 應該也是還在可接受 就算學校沒買自己買也還可以接受 那我們呢 一開始的時候其實 各位倒不用說急著馬上錄 先知道幾個事情 第一個錄影的時候它檔案存在哪裡 對不對 這應該要知道的嘛 那預設當然都在我的文件夾 所以您可以到哪邊呢 您進來這邊喔 待會兒您打開軟體之後 在軟體的上面這裡 在上面這邊才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option 有沒有一個選項在這裡 對不對 你點進來 你就可以找到它預設錄影的位置 它在這個video這裡 你就可以知道說它的錄影在哪 等一下我會把畫面就是 錄影先停掉給您直接看一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它的快速鍵是什麼 錄影有用快速鍵是相對方便一點 那如果你沒有快速鍵其實也可以 那一般來說啦 一般來說錄影的快速鍵大部分 幾乎所有軟體用的都差不多 都是您看一下我們鍵盤上面 最上面那一台 鍵盤上面最上面那一台 有沒有都F開頭的 大部分都用F9或F10 只有8、9、10這幾個啦 或11、12 大部分都用到比較後面的 那以我們這個 這一套軟體來講 它是Ctrl加上F9是錄影 F10是停止錄影 就兩個 對就兩個 當然我平常我自己會再加一個F8 就是這個可以自己定義 這個是暫停 我通常會再加一個暫停啦 再加一個暫停 那這個是我自己加進去的 預設沒有 這個是快速鍵的部分 快速鍵的部分 這個是錄影 其實沒有差也沒關係 因為呢 如果你不習慣用快速鍵 實際上也是可以 這個是停 這樣可以啦 反正我用滑鼠鞋 也跟你一樣用手鞋一樣嘛 好這個快速鍵你可以稍微簡單記一下 再來就是說 我們這個軟體它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剛剛為什麼會鼓勵各位 一定最好是用Webcam錄 因為用DV錄檔案會不會很大 會錄 一般來講 DV錄下來的話 我們不要說一個小時啦 大概半個小時 30分鐘左右 請問檔案會多大 幾百年半 喔 老師 你待會檔案會再增加 嘿 因為它現在是用計算 我們傳統的DV齁 你看容量在多大 單面單層就好了 4.7 4.7是標準的對不對 請問4.7一個小時嘛 對吧 這是標準的 所以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60分鐘就要4.7囉 至少啦 而且通常會超過 會超過 所以我們大部分的話 你這樣一錄下來 你可能要處理都很慢 好那我給你看一下 我們剛剛錄影的 你覺得檔案會多大 我們把這裡換成這裡 來你看我們剛剛錄13分鐘的 多大 65MB 這樣你要帶回家 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有 有齁 差很多吧 你看我現在錄最長 就剛剛這個13分鐘的 其他的你看都是不是十幾MB 小很多吧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選擇錄影的軟體 如果檔案不能夠太小的話 很大 你光要分享也是一個很困難的 對不對 老師要保存 有沒有很困難 畫質喔 不怎麼樣 畫質 可以看就是 可以看就好 喔你要讀 老師都用不太好啊 不會啦 我都是原味神重現啦 就是一樣的品質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 我有傳上來囉 你看在這裡 這個點開 快 如果 對了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不管是YouTuber 或您看這個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您提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 畫質不是很好 對 你認為我會做這種事情嗎 不會 我會讓你眼睛 不是很好這樣去看嗎 不可能對不對 我把它放到全螢幕 還是覺得畫質不是很好 對不對 來你看一下齁 請你來這邊 在播放的同時呢 你來這裡 有沒有畫質 它現在 預覽的是比較低的 其實不是 我錄下來是這個 因為它 現在只有 產生這一個而已 但是 其實 我用另外一段 好了 來 我用 它已經 比較 完整產生出來的 比如說 這一段 好 你看我們點 這一個 請問有沒有不一樣 有 杯杯幾家 我們錄的是 比較高畫質的 有沒有 比較高畫質的 所以 有一個情形 不管是YouTube或雲端一碟 它預設的時候 它給你的那個畫質 因為它會用比較低頻寬 所以常常我們會發現就是 一開始的畫質比較差 所以 麻煩你用 全螢幕的時候 你就選擇 強迫它 即使你看到它有HD 也不要相信它 反正 看不清楚 你就來這邊 這樣 有沒有發現 視力變好一點 有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嘛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其實我們錄下來 就跟各位 您現在在 廣播的畫面 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這個 這樣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這個是 您在就是做那個 錄影的時候 稍微留意一下 那 我們錄下來的品質 都是OK的 再來就是說 要不要 截取滑鼠的游標 有沒有 我現在滑鼠這邊在動 3.0百以後 預設它沒有勾 就是沒有抓這個滑鼠的游標 所以等一下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在右手邊這裡 這裡 你這樣 對不對 你看 大家看一下你畫面 右下角這裡有一個 秀科手就是滑鼠的游標 對 unrecording 對 這樣你就會比較清楚 這樣了解了 OK 所以要點那一個 對 如果你要抓滑鼠的游標 你要把它記得勾起來 嗯 好 至於下面這個 要不要加上 攝影機的畫面 文字時間 你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 如果你要加上 我們的那個 畫面 在這裡 這個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 這個 這個 有沒有 你只要把它勾起來 Enable 有沒有 Kamen啊 攝影機 它就會把你 網路攝影機的畫面 就疊在裡面 可是我們錄影的時候 它不會出現 它會在後面 自動把你加上去 等於說 不會在這邊干擾你就對了啦 因為有些人不太習慣 看到自己在螢幕上面嘛 好 所以這個地方你把它勾起來 你的畫面就可以出現在 我們的那個錄影裡面 這樣了解了嗎 好 所以幾個基本的 我先這樣透過簡報跟各位提 那我這邊就先停起來 給你實際看一下那個畫面 給你實際看一下那個畫面 又不再寫 那是 我們要接著 我們去看 好 請坐 開後 開後 感谢观看